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这个事情 因为我是从二十几岁开始一直修到现在 那很多人说,老师你把最好的年华修行了 我开始也说,是啊,我这么没想到这一点 后来想想,你把最好的年华干啥了呢? 你把最好的年华做啥了呢? 那如果你认为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是最好的年华 那你干啥了呢? 想想他也没干啥 我脑子里全是修行的运气 就算我没有解脱,我全是修行的运气 我都是直接,佛学的直接,都是里边修正的经纪 那你做啥?你是什么直接? 你是得了,这二十几年你得了啥? 那你告诉我 你头脑里边得了什么智慧了? 还是你经历的比我更丰富? 其实有什么想想说 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说修行是退休以后的事情 但是以前很多人说 说已经退休了,我们就不说了 不是说刘老师 突然想起刘老师快退 要是说没退休了,人家就开始休了 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聊天的时候就说 好像觉得是很遗憾的事 所以怎么能把二十年用来修行呢? 其实你慢慢想想,真的不对 你能用来做什么呢? 做什么是有意义的? 我最起码要结婚生子完成使命 那是我父母的或者是传组接代啊,这些应该的 那是你的使命吗? 每一个人的使命吗? 是你的吗? 这是真的一个问题 这有半生的啊,聊聊 不是说不让你们结婚吗? 不让你们生孩子啊,不是这样啊 你才想做二十多年做了什么? 你才想做二十多年 我说那是你使命 有的人会说 哎呀,老师那不就结婚生个小孩吗? 或者生什么,我就受变了 边修行边受变就做了嘛 但是我发现他未来受变会做很多事 就不是只做了一切了 每件事他都会找到恰大的理由去做 而且都是长到的 他是顺便做的 不障碍修行吗? 不就顺便做一下吗? 反正我这也是瞧瞧心嘛 然后顺便就做了很多 一辈子就在顺便做 顺便做 成了二十年做了啥? 下遮探 下遮探 那也是修行 你不要叫我忽悠嘛 你就不要懂嘛 就认为是修行 就要解脱 你看人家得开现在 反正我心里有数 我做完了来提提你说啥 说完了回去又做 我反正有数 得开现在抱着这 做啥我听一下而已 握握耳朵 我回去再打着去一会儿 你可一定要心里有数啊 我好好 是吗? 一定要心中有数 现在你想想二十年 前二十年没做啥 这真的做不起的多所东西 后二十年还是 生命就在这一刻 好 白醒吧 后二十年别 真的也没啥就过去了 真的一放就没了 如果是有记住的 也就是很强烈的 有时候说有点痛苦啊 不代表说 有时候是说心灵的 有时候是生理的 我觉得生理的记得比较清晰一点 心里的更快就记不住 心里的那些苦闹都记不住 心里的就比较烙一生一点 苦难 痛啊 怎么难受啊 这下事还想不起来 其实真的是 真的没啥意思 一话就没了 你自己里边真的啥意思 可是 我们今天聊天里也说 哎呀 我妈说我了 情感上我也考虑过 也就这样了现在 但你妈说你啥了 你也没记住 就是我妈说 你说啥了啥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样 就是 你啥时候结婚啊 你 不过就是这些说 然后我在考虑怎么 然后 然后说这是个问题 应该解决 还是不解决 是吧 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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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境界 不想了 不怪了 他到时候该解决就解决 不解决就算 你这境界高了 是吧 因缘剧组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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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的是 那怎么样 谁缘了吧 主不能为了我妈说了 结了我爸 不好意思 主不能为了我妈说了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都 就是很没意思 很多事情如果 想不明白 又搞不定了的时候 就挂在那 就搞好 你挂在那儿 尿着吧 有的时候就晒干了 有的时候就发痒 发痒 发痒了 先放一放 其实问题的正解出现者 我要成道 还是要过日子 但是过日子跟成道 如果你的成道 不能够过日子 合在一起的话 那你的成道 永远是真的是 挂在墙上的 分开了的一件东西 永远没有什么乐趣可以 到最后成道就是我日子 真的是成道修行就是生活 一定要回归到生活 我这修行就一点意义也没有 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成道 他不能想这些生活的事 这个界地对不对呢 显然是错的 是不是 那对有些人 对一些 发不起心修行 还把 还追逐这红尘里面 国国红尘一切的人的话 只是让他突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对那么我们在精彩的这个世界 我们认为很精彩的 把我们最好的世界的生命 投到这个国国红尘里面 我们到底最后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过 得过什么 其实你是无所得的 因为金刚鸡它是无所得 但是呢 我只是体验了一把 但是那种体验有苦有乐 但是那种有苦有乐 也是来自于你的野耳皮学生意 你那种苦乐靠不住的嘛 是不是 你那种苦乐不能成为 扯到的因嘛 有时候 但是呢 它是个助缘 就是说有时候你会体 也不能说是它不是 不是个 就是说它那些苦乐 如果你只停留在野耳皮学生 这种假 你这个假象啊 或者你肢戒如果不正的话 它真的只是个造业 你最终 是不是生活能够成为成道的住院 所以还得你在支界上逐渐的转 你从不着想 然后开始那些东西就全部转了 反而就是成道的住院 但是在支界上也要转一段时间 那对你来说 你现在是安住在 你不应该把你这定义 你是修道还是过日子 你本身这两个已经是像了 你马上就已经沉浸在两个像里面 过日子是一个像 修道是一个像 你不是觉得这两个 它是在你头脑里面 把两个分开了 如果分开 一定无所事从 到底我该出家还是在家 到底我该怎么做 就是 就这样 我出家还是在家 等等你不断地在这样做 你觉得怎么做 你这都是在过日 你不是修行 你没有把修行放在第一位 修行是什么 这就是修行 就这么不断地放 都取舍 不是修行 你不敢接受美好的东西吗 什么是美好 就是 你的定义是什么 那才是不断思考的问题 难道那就是美好吗 如果破了你那个梦 破了你认为的美好的梦 那睡下来又是什么 难道就是苦难吗 现在也不是 这就断着去思考 每一个事情到碰到 就去想 就去修正 然后就圆满了 我们应该运动 在把他的铁 Polizei 没关系 还有一个天赛 一蓝 有点 那是 还要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